你叫吧,叫破喉咙也没用,我爸是上海市书记,任你到哪高我都不怕胡小阳对着面前赤身露体的女孩威胁道,其他几人则一边整理衣服,一边拿着相机拍照,俨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干了。 这个胡小阳到底是谁,他和上海市书记又是什么关系,竟敢如此胆大妄为?不到四年祸害51名妙龄少女,红二代犯罪团伙为非作歹,难逃法王。 1983年8月,中央议则,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,拉开了全国严打的序幕,同时撕开的还有一些红二代红三代的遮羞布。 年龄大一些的朋友们都知道,当时大院子弟打架贼猛,动不动就板砖,菜刀护侦,时常还会搞出人命。 在全国严打之前,社会上无业游民和地痞流氓很多,有些红二代红三代在和他们接触之后,就染上了不好的习性。 出烟喝酒打架斗殴都是常态,有的甚至仗着父辈的功绩,公然杀人抢劫,猥亵妇女。 而胡小阳就是其中之一。 胡小阳原本并不是上海人,而是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动才跟着到了上海,由于他出生失心中国已经成立,因此自小就娇生惯养。 上小学是因为经常欺负老师和同学,还被起了一个叫胡亚内的外号,可见此子从小就缺乏教养。 他的父亲胡立教也知道孩子不学无术,平日里一有空就教育他。 然而由于工作繁忙,胡立教始终还是没能改变儿子的平行。 连自己老子都管不了,胡小阳就更是无法无天了,小小年纪就被公安机关多次处理过。 一开始在郑州时,他就和流氓团伙,沆瀣一气,干了不少缺德事,公安也行事拘留了他好几次,然而因为他还每年满18岁,很快就被放了出来。 见公安不能拿自己怎样,不知悔改的胡小阳胆子越来越大,逐渐失去了控制。 1981年,胡立教被调到上海任第二书记,大学毕业的胡小阳随父也来到了上海,在这里他遇到了陈小萌和陈宁胡,开启了十里洋场的红色彩花团生涯。 陈小萌的父亲是当时的上海市宣传部副部长,两人都是红二代,出身相同爱好相同,于是很快就结成了团伙。 这样,一群狐朋狗友聚在一起没事,就爱喝酒打架。 后来几人不知从何处搞到了黄色书刊和录像,开始深陷其中,不能自拔。 这群无法无天的纹固子弟,被黄色书刊激发了兽性后,开始打起了女性的主意。 他们先是组织舞会,聚会吸引年轻貌美的女性,等把她们骗到巢穴后,再将其灌嘴监污。 一旦进了她们的狼窝,即便是女孩,抵死不从她们也有办法,发展到后来,胡小阳等人开始直接强暴以发泄兽欲。 为了满足自己的变态癖好,胡小阳等人在侵犯了女孩后,还利用工作时的相机给女孩们拍摄照片。 很多女孩受到侵害后,本来就害怕再被人羞辱,如果照片再传出去女孩就真的没法做人了,因此大多数女孩都选择了沉默。 不得不说,胡小阳等人不死真的是天理难容,在很多人都还没拍过照片的年代,就已经学会拿裸照威胁受害者了,如果继续纵容下去,势必会造成更大的破坏。 可既然胡小阳等人坏事做尽,为何他们的父母甚至连公安机关都不管不问呢? 上海瓜二代强暴多名女性拍下照片炫耀,公安机关竟无能为力。 胡小阳团伙暴力烈焰女性并非一天两天,但由于当时国内历史遗留问题太多,就业私斗等问题一直迟迟得不到解决,致使公安机关很难展开工作,一直无法彻底打击胡小阳等人。 具体情况还要从十年动乱说起,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人口猛增,但就业岗位却增长缓慢,致使许多知识青年无事可做,根据后来的统计大概有1600万之多。 为了缓解城市压力,国家不得不好召知识青年下乡,暂时解决了就业不足的社会问题。 但是随着四人帮被粉碎,身处农村的知识青年们开始返回城市,由于十年时间里国家各项产业都遭到了不小的破坏,就业岗位并没有得到解决,因此城市中再次出现了大量的失业青年,据1979年统计,当时全国城市呆就业人口高达2000万,甚至比某些国家人口都多。 大量的闲散人员整日无所事事,生活也无以为继,自然就导致犯罪活动频发。 而且当时民间还拥有大量的武器装备,时不时就有两个村子拿着大炮手榴弹火拼,在某些地方的犯罪分子甚至还有坦克军舰。 满街的流氓混混在家上强大的火力,即便是出动军队都不好压制,更何况人手和火力都捉襟箭肘的公安机关。 胡晓阳如此丧尽天良,竟然没有被打击,我们可以从性质类似的呼伦贝尔强奸杀人案一窥究竟, 主犯于洪杰等10人强奸轮奸多名妇女,并在一个小时内用步枪打死16人。 态度极其嚣张性质极其恶劣,却由于是明火执杖的对抗公安机关才被抓获。 在案件发生之前,于洪杰曾经多次发表过血洗农场地言论,但公安机关都没有理会, 甚至在全部罪犯捉拿归案后,还有7人因为没有年满18岁而免于死刑的情况。 如此社会背景之下,没有人管胡晓阳等人也不稀奇了。 然而时间很快来到了1983年的8月25日,胡晓阳等人的好日子到头了。 随着全国范围内对于犯罪行为的严厉打击,揭发举报胡晓阳等人的信件越来越多, 上海公安局也马不停蹄地成立了专案组,不少女孩纷纷慕名而来,勇敢地指证了红色彩花团的罪行。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取证,公安机关基本确定了胡晓阳团伙的犯罪事实和犯罪证据。 据统计,从胡晓阳1981年到上海至1984年这段时间里,共有51位女性遭受了不同程度的侵犯。 他们将这些女性的照片装订成册,一边偷偷欣赏,一边敲诈威胁,没想到最终却成了公安机关手上的铁证。 此时,胡晓阳和陈晓萌还依然有恃无恐,因为他们的父亲都是上海的高层领导, 小小的公安他们并不放在眼里,以往都是关几天就放出来了,这次大概也还是一样。 但接下来,一道来自中央的命令却击碎了他们的妄想。 上海特殊公民祸害51名妇女,公安机关却不能抓捕,胡耀邦下达特别批示。 罪大恶极,不杀不足以平民愤,这就是胡晓阳等人罪行的真实写账, 但是由于两人的父辈身份特殊,公安部门一时也不知如何处理, 于是便将调查结果一并送交到了中央,希望中央给予明确指示。 当时身为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看到后非常生气,革命后代不思进取反而为非作歹。 实在似有余辜,于是就下令严肃处理,并特别批示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。 而后,邓小平也看了文件内容,并表示同意胡耀邦的意见, 强调只杀一两个起不来大作用,要多杀几个,在中国绝对不能有特殊公民存在。 接到中央下达的指令后,上海公安机关迅速部署, 公安局长李小航亲自带队,先是在1984年11月30日在家中将陈小萌和陈冰朗两兄弟抓获, 而后又在1985年1月23日在恒山宾馆将胡小阳抓捕归案, 致此胡小阳等六人全部落网。 随后上海市卢湾分局的局长找到胡立教,告诉他根据群众举报和公安调查, 胡小阳的流氓罪行已经证实,胡立教知道后非常支持公安的行动, 同时对于儿子的恶行也非常愤怒。 他表示胡小阳犯了法就要得到应有的惩罚, 我们家绝不会包容一个毫无道德和社会责任感的罪犯。 其实,胡小阳并不是胡立教的亲生儿子,而是他抱养的。 胡立教出身穷苦,15岁时就参加了红军, 跟着大部队参加过长征, 在抗日战争时期、解放战争时期的情报战线上都做出过突出贡献。 他和妻子在革命年代曾有过一个孩子, 但遗憾的是不幸夭折了。 后来,胡立教和妻子领养了姐姐的二儿子,也就是胡小阳。 因为失去过一个孩子, 因此胡立教和妻子对胡小阳非常疼爱, 全国解放后生活条件渐渐地富裕起来了, 疼爱也就变成了溺爱, 仗着父亲的身份,胡小阳越来越肆意妄为, 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, 实在是对不起父辈的努力。 而同案的陈小萌更是愧对父亲,愧对革命。 他的父亲陈其武曾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, 那句华北之大, 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就是出自于他, 全国解放之后他曾被张春桥开出过党籍, 后来四人帮倒台后才沉渊昭雪。 尽管1981年回到了上海市委高层, 但身体已经恶化, 而陈小萌却完全不顾老父亲就在陈其武忘我的工作时, 他居然和胡小阳串通一气危害百姓, 直至老父亲去世仍不知悔改, 简直枉为人子。 据说陈小萌被捕时, 陈其武刚刚去世两个月, 因此也难怪邓小萍要求此案要高调公开杀以警百。 由于是国内第一次对高干子弟判处死刑, 因此他的意义非常重大。 不仅表明了我国彻底整治社会风气的决心, 还开创了苍蝇老虎一起地打的反腐心思路, 震慑了一批走歪路走错路的高干子弟, 明确了对高干子弟违法的处理力度和处理方法。 在胡晓阳等人被法院判处死刑前的1986年1月17日, 邓小萍曾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, 越是高级干部, 越是高级干部的子女, 越是影响力大的名人, 查处他们的违法案件越是要抓紧, 这些人影响大危害也大, 要真抓实干, 不能手软。 随后陈小萌, 胡晓阳就被上海人民法院于2月19日依法执行了死刑, 彻底结束了罪恶的一生。 从法律层面上来说, 胡晓阳等人的案件既不复杂也不特殊, 但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来说, 胡晓阳等人仗着国家给予的身份, 却做着危害国家团结稳定的事, 是必须要全力打击。 就如陈小萌在笔录里说的那样, 他之所以敢做那样的事, 并不是因他胆子有多大, 而是因为父亲的庇护, 让他产生了高人一等的优越感, 觉得公安局碍于自己父母的身份, 不会真的敢抓自己, 因此才有恃无恐。 而邓公就是要从上到下地打掉这种特殊公民的思想, 维护法律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, 让法律成为每个中国公民的靠山。 真正做到有法可依, 有法必依, 执法必严, 违法必究, 有行必上代付的决心, 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。 否则一旦胡晓阳等人像北极绵鱼那样逍遥法外, 经济发展所需的社会环境将荡然无存。 没有稳定的安全环境, 没有司法的公开公正, 人民群众就无法开展正常的经营贸易, 改革开放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了。 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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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